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加坡创不了金刚 新加坡就是一直想创金刚 但是呢 划得很慢 刚才说过去年九月 我来的时候是两千九百点 现在是三千两百点 涨了多少 涨了三千点 三千点是什么 百分之十而已 所以也是所谓慢慢在爬 爬得很慢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中间有的 也是有几个大的起肉 特别是今年年初 年初有过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现在总算把这个年初的调整也盖过去 又回到今年的比较高的水平 创了今年的高位 今年的新高 为什么新加坡没有办法像美国一样 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过去几十年 美国创新高 新加坡也跟着创新高 新加坡现在创不了新高 美国创新高 那很肯定 就是 亚洲有另外一个趋势 亚洲的股市 有亚洲的这个走法 不完全跟美国有 因为亚洲结企 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亚洲本身 现在成为一个经济 大的一个经济统 很多年前 我记得我比较小的时候 这个报纸经常有讲 这个第三世界 大家听过这个名称吗 第三世界 新加坡叫做第三世界 现在最近很多人说 新加坡是第一世界 没有 特别是 我们搞政治的人 经常讲 新加坡现在是第一世界 实际上是很大的互惠 新加坡根本不是什么第一世界 第三世界 这个名称是谁发明的 是毛泽东发明的 毛泽东当时把世界分成三个世界 第一世界有两个国家而已 一个是苏联 一个是美国 就是两个争霸 那第二世界是什么 第二世界就是欧洲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有季兰 还有日本 整个亚洲就只有日本 是第二世界 第二世界是叫做富有国家 然后其他人呢 其他全部是第三世界 全部是落后国家 然后整个非洲全部是第三世界 整个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整个亚洲除了日本之外 全部是第三世界 当年毛泽东把世界分成三个世界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在外交上 他说我就是第三世界的老大哥 第三世界算他最大的嘛 所以他就变成第三世界 其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在外交上 在联合国什么 争取一些领导的这个地位 第三世界 亚非拉的一个什么团结 什么这样的东西 所以新加坡最近 特别是在境险的时候 经常有人讲说 我们是什么第一世界的国家 所以我其实这个 百合乌龙 新加坡还不是第一世界 我现在第一世界呢 多了一个国家 多了是哪一个国家 多了中国 中国变成第一世界 中国变成第一世界 也就是说 这个 现在 这地球上争霸了 已经不是美国跟俄罗斯 还有多了一个中国 这个三国演义 开始上演了 那中国的这个结局 那使到新加坡的股市 多多少少要受到中国的影响 新加坡的龙筹股越来越多 就算不是龙筹股 新加坡本身的企业 也大量投资在中国 甚至也投资在越南这些地方 在越南放我烧新加坡工业园 跟中国吵架来放我烧新加坡工业园 在新加坡的股市 就是没办法 就受到中国影响 在新加坡工业园上